再来一样 那这边的话呢 切到那个Sumif这边 Sumif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要加总 刚刚是Sumtoda 是乘积 乘乘 那Sumif是多一个什么呢 就是Sum加总的前提是有一个if if的条件 所以其实这些函数都是 感觉好像就是什么呢 两个功能把它搭配在一起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我要怎么样 我今天要把这边有很多部门 假设有什么销售部 有开发部 有什么其他部门的话 那我要加总旁边的奖金的前提是 我要加的是 它是销售部才加 如果是其他部门我就不加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把销售部加起来 第一步我先把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那再来再到这边 我要把销售部的全部加起来的话 那你当然 这边你不可能用一个if条件 当然所以你要加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插入函数 利用一个什么呢 叫刚刚讲过的数学的上函数开头 有个叫Sumif 所以你往下拉到这个地方 会有个叫Sumif Sum加总if是条件 那底下还有什么 Sumif S Sumif S是指的是 如果你条件不止一个 像我们这个问题里面条件只有一个 是部门 如果部门是某个部门就加总 那如果你有很多可能不止部门 还有可能有地区 还有可能有某个业务员的话 比如你有多个条件就是Sumif S 这些同学之前有论过了 不过因为我们这边立题只有一个 所以你可以自己来找类似的 假如你的加总条件不止一个的话 你可以用Sumif S 那我们这边的话Sumif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你要这个range跟quiteria这两个是一组的 这个第三个是要加的 所以问你的range指的是 你要让我判断的那个 其实就if 所以上面这个 上面这两个基本上就是if 下面这个才是上 所以这个应该叫if if的话就条件 所以你要告诉他什么呢 什么条件在哪个范围呢 在销售部门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叫做什么呢 销售部的 所以他会怎么样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找看有没有销售部 有没有销售部 有的话 就会帮你把对应的范围里面的这个奖金给加起来 有没有 试加起来 试加起来 不是不加 跳过 OK 意思类的应该可以理解吧 但是 这个那个底下的说明有点怪怪的 因为下面说明我建议你不用看 因为有时候反而会因为看了下面而混淆 下面range它什么 所要加总的范围 也好像有点对 但是感觉有时候我常被他混淆 所要加总意思好像是不是讲金 不是 是要应该什么 所要判断条件的范围才对吧 我觉得要加总 感觉是要把它加起来的那个范围 所以常常会搞混 可以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这个是要判断条件的范围按确定 好 4500 所以把销售部的部分 这个加起来 那一样的动作的话 只是把它改成底下的开发部的话 那我们把公式直接用贴的好了 贴上 那这边的话你就把它改成所谓的开发部 假设我要找的是那个开发部的话 那只是把中间条件改一下 ok 像这样的叙述 移开之后他会自动帮你在前后加什么 双引号 表示说他一样是一个字串 不过这个字串里面有包含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比较 就是大于等于小于等等的这种 另外一个是后面是一个数字 那 如果这个假设这个比面 所以他会比对 有没有 帮你比一下 如果有没有大于5万的优 那就帮我把后面的销售人员把它加起来 26个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选完后面都大瓜糊 表示他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就会互相比对 这个是 这个加起来 所以按确定26个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是三米弗的相关功能的说明 待会的话 请各位切到众和练习的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的话 这只有一个图 那这个图里面的那个什么 这个是题目 那范利党在哪里呢 请各位要额外开启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个叫教师研习统计表 我们刚刚是 数学函数的练习在这里 那他的上面这边有另外一题 可能要额外开启 他没有放在一起 那里面的话你就把它启用编辑 那这个意思是 前面续的意思总表 指的是这边总共 这个学校有20个老师 那有参加第一次研习 就是入门教学部分 只有14位老师 那也就是有6位老师没参加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如果有参加的 帮我把他的实数 从他后面这边帮我加到前面来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比如说王庆路 他有没有参加 没有 没有就零 是不是 李世远 有没有 有1.5小时 你就切过1.5小时 好像怪怪的 这样好像做很久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是要你做这种事情 ok 这意思是 你要跨工作表去判断 不同 而且这一题还不止这样 序折二只有入门 请你做一件 把序折二 ctrl 键按住拖拉到后面 把它改成序折三 意思就是说 请你再创一个 入门班完了之后 还有一个进阶班 所以入门把后面改成进阶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哪两个老师呢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这两个老师他没有参加 所以呢 你这个编号呢 就把它重新排一下 那里面题目也是要叫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是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然后呢 时数的话呢 进阶班只有两个小时 所以每个人都有两个小时 那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可以帮我把入门班跟进阶班 有上课的老师之外呢 还要把他的时数帮我加到前面的总表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续折一是总表 就是要统计后面两个的时数 帮我加到前面来 不过这里已经跨了工作 跨了工作表 所以如何 但一定还是使用刚刚讲的那个 最近使用过的三米符 可是问题三米符 哪一个是哪一个呢 三个问题 所以你要把这三个问题把它凑出来 那并且可以把两个工作表的结果呢 帮我怎么样 帮我加起来 那这里当然不是用土法链钢 不是叫你用眼睛看的 不是说王庆路切第一个没有 没有 第二个也没有 那就零个小时 那这样当然速度会很慢 不过最好 可以用VBL 不过这个 我们待会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继续来看 沿起总时数 把后面两个加在一起 另外还要判断 所以一样插入函数里面用三米符 第一个Range指的是什么 你要查的 那条件应该是谁呢 应该是这个老师嘛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条件就是这个老师 Range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老师里面找到哪一个范围 有没有 范围就在序责二里面 不过你会发现 当你点选序责二的时候呢 他会多出一个东西出来 有没有发现 只要你是跨工作表 在公式里面 就会多一个什么 工作表名称加金探号 这个是 你是有公式里面的规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就是入门班里面 有没有王庆路老师的这个范围 多一个 把它删掉了 所以 在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选举之后 他还是一样是一个阵列 如果有的话呢 那你要加什么 特别重要 加哪些时数 时数在哪里 一样 在序责二里面的这个时数 OK 所以这个是条件 这个是范围 那当然呢 等一下要向下填满 所以请你把什么呢 B3到B16 按F4两下 锁列就可以了 C3到C16 按F4两下 锁 因为待会我们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那向下填满 如果你没有把它锁起来 它这个范围会变动 烈耗会增加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王庆路老师没有 那其他老师有没有呢 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把第一次研习的时数 通通加过来 理论上是1.5跟3个小时 没有参加了就0个小时 但是目前只有加一次而已 可是第二次怎么办呢 基本上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怎么样呢 3 2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复制 在后面加上什么 贴上就好了 贴上之后的话 把它怎么样 2 改成什么 3 意思是说我现在 帮我在找另外工作表 所以这边2都变成3 那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所以 范围变成少了两个 所以-2 14 这边14 OK 也就是说去找 去13 去13 那找的人是一样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是第三个工作表的话 就把它再加起来就好 好 做完之后按打勾看一下 基本上你再把它向下填满 那如果有的话 两个小时又帮你累加上去 所以你会发现又累加了 所以做完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子 好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那可是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要怎么样呢 当然你会发现 好不容易把它做出来 那公事这么冗长 对不对 我希望这个可以 变成一个秘密 不能看到 不要显示 第二个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希望 这边的资料 也不能串改 因为如果说假正理档案 给别人的话 或者是说 他可能收到这个档案 他把它做修改 随意修改的话 那会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两个需求 第一个 我希望 这个范围 只有这个范围 里面的公式不要显示 第二个呢 这个范围 不能够做任何的变更 其他都可以 就只有这个范围 就只有这个范围不行的话 那要怎么做 那理论上 你可能要先注意 第一个 瓜哥有没有用过 除神格 按右键先全选 除神格式里面呢 会有一个功能叫保护 那保护里面 其实主要就是我刚刚讲的 如果是隐藏的部分 指的就是你要不要把你的公式 不要显示出来 那如果锁定的话 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锁定的范围 他就不能够做任意的变更 OK 所以刚刚两个功能 其实都在这里 但是那个保护 你设定完之后 还要配合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才能达成 OK 所以请各位先 稍微看一下 这个保护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怎么去把这个保护部分 把它加上去 再来就是VBA 所以最后还是一样 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完成 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